我覺得好電影不是說 它給你人生體會的一些東西 為什麼我們電影像 像要辦個法會一樣 要去讓人家有體悟呢 好電影就是 算看到一個好的故事 好的表演 好的聲音 好的演出 應該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了 小金姐你出來 我有話跟你說 什麼事 我不用去上班了 萬一到時候我確診了 要傳染給你怎麼辦 當初聽到一個朋友講說 他跟他女兒相處的事情 我是還蠻感動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說 這個可以變成一個電影 一直我看到那個拉皮的房子 那拉皮的房子有一種 好像世紀末的感覺吧 然後人都很被孤絕的 一種隔離在一個地方 然後 他們兩個要共生共存 然後去面對 接下來的生活怎麼樣 那個確診的同學就坐在我後面 我覺得你還是離我遠一點比較好 他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樣 好像生病 再說一次 很多人覺得它是一個疫情電影 它不是疫情電影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也會拍這個電影 只是說疫情這件事情 當這整個電影的背景的時候 它更有說服力了 因為個人的無償也許是個人的 很多時候就是那是你家的事情 整個全球性的這種無償呢 是跟每一個人都很非常息息相關的 誰曉得去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過那麼好 誰曉得今年 我們又把口罩戴起來了 包括人很多有個人的無償 跟整個世界的無償 那人怎麼在這無償裡面 去一起生活 去一起面對對方這樣子 爸爸不會回來了 為什麼我要去承受你們的爛回應 為什麼我要去承受一個我根本不認識的媽媽 你為什麼要一直說一些讓我聽不懂的話呢 在我開始要寫劇本的時候呢 我就決定用他們兩個了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你把王靖跟賈靜雯寫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去感受到 王靖的樣子賈靜雯的樣子 在這個片子裡面 在你的思維裡面是什麼樣在生活的 剛開始我也嚇死了 我每天我剛開始那一天呢 就東拍拍戲拍拍 拍一些空景拍一些小東西啊 就是不拍他們兩個 因為會害怕 因為我們終於要先拍了你知道嗎 第二天第三天 我覺得他們就真的 好像就是他們在他們生活裡面 開了一個窗戶 我透過那個窗戶 在看他們兩個裡面怎麼生活你知道 編劇的時候 你都知道每個細節啊 你都知道故事啊 你還是會替他們難過 會替他們緊張 然後甚至你也會替他們覺得 接下來怎麼辦 一步一步的 每天跟著他們生活的感覺 相信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不要再問我你還好嗎 我會想辦法熬起來 小靖他個人讓我很難受的一個戲 就是他跟他爸爸說再見的 因為我身為一個家長 你知道這個小孩子面臨到的問題 是他媽媽沒辦法解決的 然後小靖的演出啊 那種體貼啊 還有 不知道拍完以後你會覺得 哇 全世界父母應該都想要有小靖這種女兒吧 因為那個電影 他就太出到人性裡面共同的東西啊 曾經小靖有講過一個還蠻有意思的話 我還蠻喜歡他那句話的 他說王靖有天會離開這個電影 我也會殺青 我也OK了 我結束了 但是真的裡面活著那個小靖的 那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電影就是尋求一種 一種理解吧 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 歡迎光臨 你的小兒子好不容易回來了 你幫他了嗎 其實大概是一個開玩笑 因為我太太她有一次跟我講 你可不可以拍一個沒有人死掉 沒有人被斷手斷腳 然後甚至與女性出發的電影 我的電影裡面父親的角色都是失能的 包括陽光普照的陳宇文也是一樣啊 女性在團體 我覺得像可能比較好一點的 女性永遠過去都是一些弱勢你知道嗎 包括在家庭裡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 照樣都是媽媽 因為小孩子嗆的都是媽媽 但是小孩子她怎麼嗆媽媽 有心思會跟誰講 也是跟媽媽講 所以媽媽在整個女性的世界裡面 承擔更大的東西 再加上如果母親 再面臨到職場 再面臨到婚姻更多問題的時候 上女孩子的照樣是比較多的 男生大部分的時間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一無反顧 然後天經地義的樣子 有一百個理由他們覺得 他們的世界就在外面了 他們的世界不在家庭 但是家庭就是一個整個社會最基礎的核心 這核心崩潔的 你談什麼社會 瀑布也是一樣 他們兩個從開始那麼相恨 到最後可以這樣子 應該就是一個信念 那個信念是對人跟對親近的人的信念 小老闆 我要去南部 五千年七十塊錢 我的社會九千五算了 七十塊錢我不要了 叫我朋友 我事實上我是兩千年的時候當攝影的 拍一路順風的時候 我大概就想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中大長兄說再見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跟我是同一個人 我基本上我只專心做導演而已 對 我是透過攝影機做導演 因為攝影機這件事情 在現場當攝影師的時候 絕對不是說你體力上會收錶 是你更直接可以很快看到 你要的東西或是你不要的東西 那如果坐在後面 OK 卡 來 我們看來回放 來 有人不要這樣子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怎樣 好 來 準備了 Action 這個不對 因為演員就在當下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去中斷他 尤其他有些東西他已經快到了 你只要他push一下就到了 我那時候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改造周末紅以後 就是我再也不會去幫他拍片 所以我以後就好好去做這些片子 全世界沒有那麼好的工作 每天出去跟一幫你很熟悉的一些工作 把你想像中的文字變成一個影像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把一幫人放在戲裡面 把燈關起來 把你當初想的東西放給他們看 那有那麼好的工作 但是會不會很辛苦 當然很辛苦啊 但如果你覺得很幸福的時候 你幹嘛還講得很辛苦 陽光普照 這是我們喜歡做的工作 雖然我拍的電影到現在沒有賺過錢 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說 我在夢裡面都會喊Action 基本的奧斯卡是非常難進去的 報完名以後就沒有理他了 那自從陽光普照那時候有那個 一點點迴響以後 你會覺得好像又有一點點希望 那個希望還是非常小的 那你怎麼辦呢 就是要大家更努力啊 因為台灣東西就是 它整個在亞洲比起來 它沒有很特別的 影展裡面他們會去看東南亞 韓國 但韓國的民族性就是 他們的人很喜歡看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講電影的藝術跟商業 但是去分這些東西很無聊 你當你把商業的東西拍得非常精緻 說出一份道理的時候 它就是藝術了 我第一次跟你爸爸來這個房子的時候 陽光也是這樣照進來的